雅加达三发相亲互助会从2014年开始 为协会里83岁以上的年长者颁发长寿荣誉勋章 而该活动在社会上也取得了良好的反应 并且因此获得了印尼世界纪录博物馆 持续颁发最多长寿荣誉勋章的认证 三发相亲互助会是由旅居在雅加达的西贾里曼丹三发人 于2010年自发创立的一个协会 自2014年开始 该协会每年都会为协会里83岁以上的年长者 颁发长寿荣誉金勋章 来表达对年长者的尊敬与感谢 协会主席Budianto表示 活动的宗旨是想发扬孝道文化 特别是希望当下的年轻人 能懂得孝与感恩的意义 并将这个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该活动从2014年开始 至今已持续举办了六年 并因此荣获印尼世界纪录博物馆 所颁发的持续颁发最多 超受荣誉勋章的纪录认证 2月20日 该协会还在雅加达北区 举行了一场小型的颁奖仪式 当天印尼世界纪录博物馆代表 Yusuf Nari出席了该颁奖典礼 并为协会主席Buriando 颁发了持续颁发最多 长寿荣誉勋章的纪录认证证书 同时Yusuf Nari也表示 自己非常欣赏该协会举办的活动 并认为这种孝道文化 值得大家学习并发扬光大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 这种孝道文化值得大家学习 再次也希望全世界的父母与长辈能一直健康快乐 美独新闻 廖碧玲 爹爹里安土 采访报道